由礼走遍天下,无礼寸步难行,中华为礼仪之邦 所以这个礼很重要 这个物鬼和化火,火煮礼 当然你可以讲丙丁、四五这些风海 但是在天,首先这个清清者上 这个和为一团的这个真气 首先还是看这个 有没有发现,前面夹几一更 这个都是木、金、火、水土 都是后面那个刻前面那个 补前面的不足、缺 这个礼过分的繁文入节 那么就需要削减一下 就要动一动智慧 孔子讲礼乐之国 实际上这个乐有些时候 也是一种潜在的智 说人者瘦 有人的人比较常瘦 因为他心很安 他很高兴 他想得通 在智人勇这个体系也有这两个字 可见他的重要 人者见人,智者见智 人者山,智者水 靠山智山,靠水智水 你看这个南方,尤其沿海的 他这种商业都很烦 说到商业 有人说这个孙世强老师 太过于老谋深算 甚至讲他脚诈 把这个中号文化讲得怎么样 实际上他在商场服务于这些企业家 没有这个他听不进去 而且现代人在这种时代 你很难 说让你有人心 本来中华文化是显人藏制 这个智人不轻易用 你动不动就动小蜂蜜心机 这种人很狡诈 食伤酒尖 都没办法 再把这个智人拉出来 实际上 有些事你不该做 你就不要动这个脑筋 有的钱不该拿不拿 外揉内钢 这一钢 你得对有用的人 有用的事重要的时候 才显出来 表面上过得去就好了 没有必要动你这个东西 很麻烦 你很不行啊 动不动你这小聪明 目光短浅 富人之间 真正的大志是落余的 一定是 看起来笨笨的很老实 默默地无闻 就这样付出 老天保着你 从没人吃老实人 老实人吃老天爷 你看似利益 实际上都是短暂的 而且你心是不安的 老实要动啊 动啊 一点亏都不能吃 受不了啊 所以你没有福报 废致 这样来解 那么信呢 这个发展的必然趋势 人类 它总是有缺的 所谓一物降一物 那人无信不理 这是最起码的底下 法治人啊 什么 这个都是强制的约束 实际上现在法治人 也没有杀一井猴的作用了 不足以利为信 没有人信任了 你当你有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 你就知道了 所以信用危机 这是最后的一个保障 我反过头来 谁刻这个信呢 就 还是这个人 我们这个时代将来 还是要追回来 根本就没有信用 那些 君子协议不提 就是 有一些文章 字句 没有用 最后约束不了老赖 那所以怎么办 想办法 这最起码的了 底下都没有了 人类越来越多了 再不反过头来 想想办法 这个人的侧眼之心 将心比心 这才叫万物之灵 拉近这个贫富 不凭就急 败强服务 这才是人 还能比较多了 好